哈囉 大家好 我是Celine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 應該很明顯吧 就是StrawWesame他們家的鞋子 雖然今天的影片呢 全部都是他們家的鞋子 但今天的影片不是合作影片 單純就是因為我自己 非常非常的喜歡他們家的鞋子 那這些都是我這一幾年來呢 就是收集了他們家的鞋子 幾乎全部都是靴子 那現在是秋冬嘛 穿到靴子的機會非常的高 所以呢 我想說今天就來跟大家分享 那在開始分享鞋子之前呢 我想先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很喜歡他們家的鞋子 因為他們家的鞋子呢 真的很不便宜 我覺得很蠻貴的 他們家最有名的呢 就是過吸血 所以我今天會跟大家分享四雙過吸血 我其實還蠻常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說他們家的鞋子真的很貴耶 特別是想要買過吸血 可是又下不了手 可不可以去買其他評價的品牌來替代呢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經驗 我的第一雙他們家的鞋子呢 就是過吸血 那個時候呢 我也很掙扎到底要不要花那麼多錢買 我是不是也可以找一雙比較便宜一點的 所以那時候呢 我就去百貨公司裡面 就是試了一些平價的鞋款 然後呢 我就是把我穿起來的樣子呢 拍起來 我也去他們的櫃上呢 就是試了他們的過吸血 然後一樣都拍照回來比較 那時候我還有分享到我facebook的粉絲團 然後還有跟我朋友看 我就說 欸大家來比較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差 就是欸到底是哪個比較好看 非常非常的明顯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評價款式的過吸血 跟他們家的過吸血的差別在哪裡 我當時候呢覺得說 其他評價的品牌的鞋型啊 就是沒有辦法跟我的腳的貼合度貼得很好 穿起來的感覺就好像你穿了一雙 就是有點寬寬鬆鬆滑滑的一個過吸血 對我的腳沒有任何的修飾感 然後我才覺得說 真的是差非常的多 然後那時候我也是趁打折的時候呢 就很下心買了我的人生第一雙過吸血 從此以後呢 我就是跌入了過吸血這個坑裡面 完全爬不出來 而且我覺得非常的實穿 然後到現在秋冬我還是一穿再穿 那這個是我自己的一個心得 但不見得是每個人都會有同樣的狀況 所以呢其實我還是很建議你們 就是去試試看評價的款式 然後呢去做一個比較 因為每個人的腿型不一樣 也許評價的款式呢 就很適合你的腿型 如果說你評價就已經可以找到一個 對你的腿型是非常修飾的過吸血的話 那你當然就可以省一筆錢 就不用花那麼多錢去買他們家的鞋子 那如果是真的很想要買他們家鞋子的人呢 那他們家每一季呢 除了官網自己本身會有折扣之外呢 就是各大的百貨公司啊 都會有那種滿額折扣 所以其實都可以趁那個時候就是入手 我大部分像我今天全部的鞋子啊 除了LowLang以外 其他全部都是我在折扣的時候買的 對我來講 你這樣的價位然後買到這樣的鞋子的話 我是覺得是很值得的 真的不好意思一開始的時候呢 就廢話這麼多 但是就是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 那我想說先來跟大家分享過吸血 因為我想過吸血應該是大家最有興趣知道的 我在紐約呢其實冬天的時候非常非常的冷 平常的時候呢可能穿一層褲子呢薄薄的是不夠暖的 對我來講的話像這樣的過吸血呢 就是另外一層保暖的一個工具單品 好那先跟大家分享這兩雙是我最常最常穿的這兩雙鞋子 那這一雙呢就是5050 然後這一雙呢是LowLang 5050呢算是他們家最經典最經典的過吸血 也是最受歡迎的款式 它的特色呢就是它前面這個地方呢 是圓皮的就是皮革的 然後後面這個地方是這種伸縮的 那高然後後面是低 前面這一塊呢穿起來會剛好在把膝蓋蓋起來那個地方 那它這個地方的跟呢大概是只有兩公分左右 雖然就是一個平底的鞋子 底它很適合就是日常外出的時候要走路之類的 而且它皮革呢超級柔軟的 就非常的柔軟 所以它穿起來很舒服很舒服 不過也因為這樣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吧 就是因為它皮革很柔軟 所以它穿一陣子之後呢 上面這邊地方都會有這種皮革皺皺的 其實這個算是一個還蠻正常的現象嘛 就是只要是比較柔軟一點的皮革的話呢 就是久了都會有這種皺著 語音隱約會看得出來這種就是皮革的光澤感 你是穿黑色的下半身 黑色的褲襪或是黑色的褲子的時候 就算兩個都是黑色 但是它有這種光 不同的光澤跟不同的材質 去製造一些不同的層次感 它這個設計呢真的就是這樣子 只有這樣的弧度 所以它穿上去之後呢 它真的就是貼著你的小腿啊 你的腳踝啊 這樣整個下來 就是如果你腿是C的那種的話 你穿上去的腿就看起來會超級超級的瘦 這一雙算是我覺得它修飾腿型跟包覆腿部呢 的效果最好的一雙 這個地方做著這樣子的弧形這樣凹進去 就是在穿的時候呢 就是會比較有一點點難度 像我兩隻腳呢其實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有一隻腳穿上去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很容易都可以把它滑進去 但是我的右腳呢就是會有點辛苦 就是要稍微的拉一下 然後蹬一下這樣子才把它 腳才能這樣子整個這樣滑下去 所以我自己通常就是如果我需要去一個那種 可能需要脫鞋子的地方的話呢 我就不會穿這雙鞋子 那再來就是這一雙Lowland Lowland呢是我全部裡面穿的機率最高最高的一雙 很多人都會說 欸 嬌小女生是不是沒有辦法駕馭這麼長的這個過膝靴 其實一點都不是 我之前呢有做一個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嬌小女的穿搭技巧 當中呢就有很明顯的就是跟大家就是比較一下 靴子的長度在嬌小女生身上的比例 其實過膝靴呢對嬌小女生穿搭上面有非常非常的大的幫助 它可以修飾你的下半身 然後把你下半身的比例拉得非常的漂亮 而且很修長 像我自己本身呢是158公分 就可以當作一個參考 它的跟呢跟5050一樣差不多 都是大概2公分左右 整雙都是吉皮的嘛 所以穿起來呢其實又更舒服了一點 這兩雙其實真的都是他們家最經典的鞋款 兩雙呢我都非常的推薦 但是呢有一點不一樣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他們兩個的鞋頭嗎 就是Lowland它的鞋頭算是比較尖一點的 整雙呢看起來也比較秀氣一點 就是兩雙的鞋型鞋頭的地方 如果說兩雙要搭褲子的話 就是走比較中心一點的路線的話呢 兩雙都非常的好看 但是如果你今天要搭裙子的話呢 Lowland搭起來的感覺會比5050更好看 因為它的鞋頭的關係比較秀氣 所以我會覺得它搭起來的話呢 比較沒有像5050那麼的粗獷 拉長那個比例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Lowland比較厲害 因為Lowland就是等於說 是讓你的小腿跟下半部的腿就這樣 瞬間就是漲長 很多人都會認為說 是不是這個鞋頭越高越難穿 並不是喔 其實他們家鞋子好不好穿 跟這個鞋頭沒有太大的關係 是比較有關係是它鞋子的設計 像這一雙呢 它其實是我覺得全部裡面最好穿脫的一雙 因為它可以這樣整雙把它這樣翻下來 所以呢你就可以這樣子然後把腳套進去 一套就整個這樣滑進去了 完全沒有哪個地方會卡住 這地方呢就有這個鬆緊的地方 可以讓你這樣子把它綁緊 那像有蠻多人都會說 欸是不是像過膝靴上 這個是非常的容易滑落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方式 過膝靴呢它如果是 你是直接這樣裸腳這樣穿 跟皮膚直接這樣接觸的話呢 它就會沒有摩擦力 所以它沒有摩擦力的話 這個地方就會比較容易滑落 如果你綁不夠緊的話 我通常都是會有穿legging啊或是絲襪啊 或是一般的合身的褲子在裡面 的話呢跟這個過膝靴就會有產生摩擦力嘛 那它就比較不會容易滑落 所以通常滑落呢 都是在單穿的時候比較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有另外一個小小的方式 就是說你可以去買就是像是 差不多跟過膝靴一樣長的那種襪子 不要露出來可以藏在裡面 然後當長一點的 但是那個襪子呢 就可以跟這個過膝靴的這個靴筒 產生一個摩擦力 所以呢它就不會一直往下滑 但是從外面看起來呢 你也好像看不出來說 你裡面其實有穿了一雙就是長的襪子 這呢就是也是一個 防止它滑落的一個方式 就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嬌小女生可能會怕說 Lowland都要平底的 可不可以再讓視覺看起來更高 就是以這個款式呢 它有做不同的就是高度的鞋子 像它有出Highland Highland大概又有10公分 然後也有出就是Migland 再來呢就是要等一下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一雙就是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過的這一雙 就是它的跟的地方呢是不一樣的 就大概還有7公分左右 這一雙穿起來呢也是超級好穿 就是非常的穩 我覺得他們家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但是每一雙有跟的鞋子穿起來都超級好穿 超級好走 就是不會有那種穿高跟鞋的那種辛苦的感覺 真的就是我只要每一次想要找有跟好走的鞋子 我第一個想要就是他們家 我之前一直很想要有他們家灰色的靴子 可是我都一直忍不住買黑色忍不住買黑色 後來我想說今年終於就是 嗯 換一個顏色試試看 我覺得搭一些比較亮色系的衣服啊 或是搭灰色系白色系的 搭起來的話反而會有一種柔和的感覺 因為它沒有像就是黑色那麼的沉重 我還蠻喜歡這個顏色我真的也很推薦 要推薦大家說如果是你的第一雙過期學 我絕對絕對推薦大家買黑色的 那如果說你已經有黑色的話呢 那第二個顏色我真的也是很推薦大家買灰色 因為我覺得灰色真的是也超級好搭 通常呢我都會以我今天到底要走多少路來決定說 我到底要選擇穿哪一雙鞋子 那大家呢在購買的時候呢 其實也可以去考慮到這一點 就說我這雙鞋子到底拿來每天要走路走很多路的時候來穿呢 還是說我今天只是我想要打扮的時候呢 就是要搭配造型然後想要漂亮一點的 再來決定說你到底要買哪一雙會比較適合你 好那再來跟大家分享這一雙呢 是我去年的時候買的 那其實這一款好像現在就已經沒有看到有在賣了 而且如果說你看上你喜歡的是一些當季款式的話呢 你真的要買的話就不要錯過 就是要不然的話之後可能就真的會買不到 這雙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歡 這雙呢就是跟5050一樣 就是一樣的這個靴筒的長度 也是前高然後後低的這樣的設計 這雙呢它是擠皮的材質 它後面呢其實也是擠皮 但是後面是有一點點彈性的 一點點不是像那種5050那種超級有彈性的 所以不一樣的地方是它是肩頭的 它的根大概是五公分左右 腳的內側的地方有這樣子一個拉鍊 就這麼長的 有時候你把褲子塞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這樣把它打開 然後去這樣子把褲子這樣拉好 不會說整個褲子褲管的地方都擠在這個 所以它穿起來呢非常非常的好走 然後很穩 整看起來非常的秀氣 然後很適合來搭就是短裙啊 洋裝之類的 當然它搭褲子也會非常的好看 就是它的搭配性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走起路來呢就是也很舒服 我覺得它算是這幾雙過膝靴裡面整個版型裡面是最淑女的一雙 如果說今天是你的第一雙過膝靴的話 我個人會比較推薦就是5050這一個款式呢 或者是lowland這個款式 因為我覺得這兩雙呢最實穿的後面不會退流型的 是我自己非常非常推薦的 喔對然後還有像是大家之前也問過我 那脊皮的過膝靴要怎麼保養 其實它裡面呢都會有複格像這種風海綿 這其實就是一個海綿 那有時候如果說像脊皮的鞋子 你可以回來就這樣子把這個髒髒的東西呢這樣刷一刷 它這樣刷一刷其實就可以讓上面那些棉穴啊 還有一些髒污啊都可以把它刷掉 所以呢如果是黑色的話呢其實這蠻好打理的 那如果說是淺色的話呢就是 市面上也都有在賣一些就是脊皮的防髒噴霧 你就可以先買那個回來然後噴在你那個靴子上面 所以呢脊皮的鞋子如果是淺色的話呢 就比較不用擔心它會髒掉 好那再來跟大家分享極寬短靴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襪套靴 這個我其實之前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它這個地方呢是這樣整個就是鬆緊的 然後穿起來呢貼合度呢是非常好 大家看起來就是好像沒有非常的高 而且它穿起來真的超穩的 但它其實真的有7公分 很像在穿那種3-4公分的高跟鞋一樣 很好穿很好走 這個襪套靴呢其實有個小小的故事 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其實在我去年的時候影片啊 我就還蠻常用像這樣的襪靴來搭配 那時候呢就有很多很多網友問我說 欸靴子是哪一雙啊 就是很好看 可是我一直都沒有回答大家的問題 因為呢那時候我穿的是這一雙 這雙是我其實一開始買的襪靴 這雙呢是平價的就是品牌 這雙是ZARA的 非常非常非常的難穿 真的很難穿 就是真的只要穿出去啊 回來都會腳痛 但是它戴衣服又超級好看的 每一個人問我的時候 我都不敢跟大家講說這雙是哪個鞋子 因為我很怕大家去買的時候呢 大家會生氣 因為它真的很難穿 所以我完全不敢跟大家說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喔這個鞋子真的好好搭喔 搭它跟穿它的機會很高 我就決定說那我要買一雙真的很好穿的 看到就是STORE WEZMAN他們家這個鞋子 是Shop bar有打折的時候 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但他們兩個高度其實沒有差到那麼多 這雙大概是9公分10公分 可是這雙大概是7公分 我就覺得說天啊 我就為什麼我不早點買這雙鞋子呢 然後我要去買個這麼難穿的 就是讓我的腳痛得半死 像這樣的鞋型啊 就是可以一直搭到秋天啊 像春天也可以搭 就是你在穿一些就是過濕的那種裙子 就是你會覺得整個造型呢 是比較有個性一點的 像是它拿來搭寬板一點的長巫也是很好看 那它修飾腿部的效果我也覺得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小腿的肌肉 特別特別的發達那種的話呢 我可能就比較不建議你穿這樣的鞋子 會讓你的小腿的肌肉呢 看起來更大 那我自己呢是非常非常喜歡像這樣的鞋子 再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這一雙呢 是我這一次他們官網折扣的時候買的一雙短靴 今年呢很流行 就是淺色的靴子嘛 然後我自己就看到這雙鞋子呢 其實我就好喜歡 那時候我就在真的到底要不要買 後來我買了之後呢 受到我也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它的顏色呢 是有一點那種粉粉的米色 我覺得這顏色非常的特別 很漂亮 我身上呢 這個是白色 然後這個是米色 這樣可以看得出來整個差異了吧 我非常喜歡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它沒有像白色這麼的搶眼 這麼的就是潔白銳利 它反而其實比較柔和一點 像你在搭一些灰色啊米色系啊 粉色系的衣服的時候 我覺得它都非常非常的好大 就是它的高度也沒有非常的高 所以它走路走起來呢 也是非常的好走非常的穩 然後我很喜歡它是這樣子 有一點點小方頭 感覺就還蠻有個性的 它的皮革也是相當的軟喔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就好軟好軟 但是也是一樣 就因為它是很軟的皮革 所以它上面這地方都會這樣皺皺的 大家看得出來這樣皺皺的 就整雙鞋子會有這樣皺皺的痕跡 我一拿到鞋子的時候 它就是這樣皺皺 整雙全新的時候就是這樣皺皺 微微亮亮有點光澤的那種皮革 它不是霧面的皮革 你看到這樣有點亮亮光澤的這種皮革 我覺得這雙鞋子呢 就是可以搭一些比較亮色系啊 比較有一點色彩的一些衣服 然後它也可以一路搭到春天 我覺得這個春天的時候 來搭一些洋裝啊 比較淺色系的衣服的時候呢 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這雙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再來這一雙是他們家的靴子 短靴 這雙其實是我很久以前買的 然後我想說 就很快速的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應該已經就是買不到了 這雙呢 算是我冬天的時候 可能下雪會比較常穿的一雙鞋子 算是一雙 就是比較粗曠一點的 就是比較中心一點的鞋型 但我很喜歡它這個鞋頭的地方的設計 就是有一點點尖但又不會太尖 有一點遠也不會太遠 就是它的這個弧度呢 我覺得是很剛好的 這雙鞋子它很棒的地方呢 是它裡面整雙都是撲棉的 是這樣子撲棉 雖然我不記得它官網有說它是防水 但是我測試過它是防水的 因為通常就是外面如果下雪或是下雨的時候 我都會穿這雙出去 然後我踩在那個水裡面的時候呢 它是安全的完全不會濕 而且呢就是加上它裡面撲棉 真的是超級保暖的 就是在下雪的時候啊 或是天氣超級冷的時候 我不想要穿雪靴的時候 我就會想要穿它 我覺得它算是就是 天氣惡劣之下 在紐約非常非常好穿的一雙走路的鞋子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就是它已經就沒有再賣 要不然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很推薦大家去買這雙鞋子 最後一雙呢也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就是它們家的高跟鞋 那它們家最有名的就是它們家這個 這一個系列 這一個系列它走的就是比較極簡風的 就是不管你穿任何衣服 簡單的衣服 複雜的衣服 你都可以搭這雙鞋子 因為它就是完全不搶走你身上任何風采的一雙鞋子 你要看它現在好像非常的高 這跟大概有7公分左右吧 但它真的很好穿 這雙鞋子啊 就是我上一次去參加印度婚禮 就是一個朋友的印度婚禮 那一場印度婚禮長達15個小時 我那時候去參加了婚禮 我穿這雙鞋子 我從早穿到晚 而且在晚上跳舞 我都沒有把這雙鞋子換掉 我就這樣子穿過一天 真的是一個很實穿的高跟鞋 所以呢 其實如果你要上網去查它們家這一系列的鞋子 你就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好的評價 因為真的就是 好穿百搭經典 極為一身的一雙鞋子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 我自己有的一些我們家的鞋子 希望呢就是今天的分享呢 可以就是給一些 就是正在觀望過西區的一些 嗯 參考 那希望你們會喜歡我的影片喔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也記得要把旁邊的小鈴鐺打開 那以後我分享影片的時候呢 就會收到通知啦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好